如果, 我說如果 如果你在旺角見到一個女生 跟蒙羅麗莎一模一樣樣, 你會怎樣? 時代不同, 對美的定義也不同 門牙有縫, 你說美不美? 蒙羅麗莎用她最有名 兼得命的神卑微笑望著你 她看著你, 你站在哪兒她都看著你 你無論如何都逃避不到 她充滿著文藝復興氣息 又有矜持, 又笑中大點苦的眼神 很神秘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要學習一下 眼神, 整容, 難道整得了嗎? 一般人的笑容 會流露在她的眼角和嘴角上 達文西果然是達文西 她將Lisa姐的眼角和嘴角畫得若隱若現 沒有明確的輪廓線 陰影暗暗地 令Lisa姐雙眼和嘴唇 好像披了一層面紗一樣 看起來很曖昧 我的樣子很曖昧 我很喜愛十六世紀 Lisa姐是一位 法羅倫斯雙人的老婆 這幅畫用了四年時間才畫完 畫完的時候她想具為己有 究竟達文西是喜歡這幅畫 還是她喜歡了別人的老婆呢? 又有人說 其實Lisa姐是達文西的自畫像 看起來其實Lisa姐也挺男人 究竟是達文西的自戀 又是她想起另一個男人呢? 藝術有時要曖昧一點 才會有趣一點,你說是不是? 我愛